YouTube影片的缩图非常重要 它能够决定有多少观众会点击这部影片 从不影响到这部影片所获得的平台推荐量 所以这期影片我会告诉大家 如何制作出吸引观众的YouTube影片缩图 如何增加影片的点击量 也会手把手的教大家 如何使用Canva去制作出YouTube影片的缩图 哈喽大家好,欢迎欢迎我朋友,我是Greyson 希望能够YouTube频道在网上拿好记忆跟品牌 欢迎对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记得把旁边小铃铛打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完也可以找到很多精神帮的使用工具 可能会有很多刚开始进YouTube频道的观众 并不太知道为什么YouTube影片的缩图那么重要 YouTube影片的缩图就是YouTube影片的封面图 YouTube会把你的影片展示到YouTube平台的不同区域 例如YouTube首页,观众的订阅页面 YouTube的搜索结果页面,还有YouTube的推荐页面 如果你这部影片,它的缩图非常吸引观众 就会导致这部影片,它的展示点击率就增加了 在相同展示次数的情况下,展示点击率越高 它获得观众次数就越高 另外展示点击率也是YouTube算法非常看重的数据 通常情况下,展示点击率越高 它获得推荐量也就越高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自己的内容好就够了 因为观众在不了解具体内容的情况下,缩图是给他们的第一印象 如果你的缩图不好,没有吸引到他们 他们就不会想要点击这部影片 接下来我想分享几个缩图自作的技巧 去让大家更好地做出YouTube里面的缩图 首先第一个技巧就是,你要去研究 同领域的频道,他们的缩图 不同领域的频道,缩图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我的频道类型和游戏频道类型 他们的缩图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能够明显地看出两者的区别 还有其实这个频道,他们的缩图和旅游频道 他们的缩图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总结出,同领域的频道,他们的缩图的特点 他们会使用哪些元素,会使用哪些风格 你的缩图风格是要和你频道领域是相符合的 这样才会和你针对观众产生共鸣 第一个技巧就是,你要避免使用点击偶尔的方法 你缩图上面的信息,可去激发起观众的好奇心 但是你要保证,你影片的内容 算你缩图上面的内容是一样的 如果两者心理不一致,就是点击偶尔 使用点击偶尔去制作出YouTube影片的缩图 虽然会增加你影片的点击量 但是让观众意识到这部影片不是他们想要的内容 就立马离开这部影片 这就会导致这部影片它的虚刊率非常的低 这样的影片YouTube上法也不会给很多推荐量 第三个技巧就是,漏脸的缩图通常会获得更多的点击量 这一点是需要符合频道领域的 有些频道领域,他们的影片缩图是适合漏脸的 观众总是喜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你说图里面放入自己的人像 这是最好的和观众建议起联系的方式 特别是配上一些表情就能够迅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同时你的人像也不能够太小 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 希望观众感受到你的表情 第四个技巧就是你需要在说图里面加入一些文字 有些人不喜欢在说图里面加入一些文字 但是我认为如果在说图里面加入适当的文字 可以提供给观众更多的信息 这里我指的是适当加入一些文字的信息 例如在我说图里面我通常会加入四到八个字 如果你加入太多就会导致说图上面信息太多 特别是在手机端它的说图尺寸就更小了 这会导致你交入的文字太过的拥挤 观众并不能够清晰的知道你在说图上面放入什么样的文字 这里就无法起到提供信息的效果了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的文字尽量使用简单的字体 你不能够使用太过复杂太过花哨的字体 这样观众也是很难看清的 接下来我教大家如果使用Canva去做出YouTube影片的说图 不过在之前如果你觉得看到目前为止 这期影片对你有什么帮助 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这样就能够让YouTube算法推荐这部影片给更多的观众观看 对我频道也是非常大的支持 现在就来到Canva的首页 我可以搜索YouTube影片说图 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尺寸是1280像素乘以720像素 这里可以看到会有提供非常多线程的模板 同时你也可以建立空白的YouTube影片说图模板 今天会教大家两种方式去做出YouTube影片说图 我们可以先使用一下现成的模板 例如说我选择这种模板 我可以对这种模板进行改造 我首先缩小这只猫的大小 然后把它移动到左下角 然后可以把这矩形缩小 去除掉这些文字 这里我可以输入想要的文字 我选择左边文字选项 行政标题 输入我的文字信息 我需要更换到另外一个字型 选择左上角字型 这里我选择四元黑体超出体 然后我需要调整一下大小 我可以直接拖动这个角 然后把它移动到这个方块上面 然后可以点击这个进行旋转 让它和这个方块进行平行 再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这里我可以在说图里面强调 这是五种方法 所以我可以把五字的数字单独取出来 可以调整它的颜色 把它变成红色 选择这里文字颜色 选择红色 这样这个数字五就非常突出 我可以给文字再加入一个效果 我选择文字 选择效果 在这里选择阴影 调整一下它的透明度 稍微再调整一下位置 现在文字部分就做好了 我可以再调整一下猫的大小 所以我发现在右边有一大部分空白的区域 因为这里我要加入一个人像 你可以加入自己的人像 或者是说你可以使用CAMMA里面的照片 我选择照片 这里可以输入关键词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照片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照片 然后需要把这个照片移植到最前 我选择右肌 移植到最前 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人像把这个文字遮住了 所以我现在调整一下文字的位置 我全选这三个元素把它往上移 然后调整一下这个人像的大小 现在这个尺寸就刚刚好 我可以给这个人像再加入一个背景 我可以选择元素选项 选择三角形把它拉大 然后把移植到最后 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颜色 像我这个人像就有一层背景 然后我可以再给这个人像加入一层阴影 我选择边境影像 加入阴影 这里我选择光运 你可以再点一下选择查看控制项 这里可以选择调整它的大小 调整它的透明度 以及调整它的模糊化 之后你可以选择调整阴影的颜色 然后选择套用 像我这里可以看到 我把刚才的模板快速的调整一下 做成了属于自己的影片缩图 接下来教大家 如何从零开始去制作YouTube影片的缩图 我选择这里建立空白的YouTube影片缩图 我选择给我的缩图加入一个背景 你可以选择纯色的背景 你可以选择背景颜色 挑选你喜欢的颜色 或者说你想要加入照片的背景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照片 然后你可以透露照片 就变成了你的背景 但是要记住的是 你需要把这照片背景进行虚化 这样才能够突出你想要突出的元素 你可以选择边境影像 在这里选择调整 选择查看全部 调整它的模糊化 这样就能够让这张照片进行虚化 突出你想要突出的元素或者人物 今天这个芹片我使用的是纯色的背景 然后我需要加入我的人像 我选择这里上传 在这里可以选择上传媒体 先加入我的人像 但是你会发现我的人像是有一层背景的 所以需要先去除掉这个背景 我可以选择边境影像 选择这个背景一属工具 上次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它的背景被大部分去除掉了 但是还有个小剩余 所以我可以选择这个清除选项 调整笔刷大小 现在刚才摄影的部分就清除掉了 选择这里完成 然后再选择套用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我人像的大小 这里要提一下 刚才的背景一属工具 是需要你升级到Konel Pro才能够使用的 我想体验一下这个功能 可以使用评论区链接 去免费使用30天Konel Pro 就可以体验到一键去除背景的功能 之类我可以适当调整一下我这张照片 我还是选择边境影像 选择调整 查看全部 我可以适当调整一下亮度 调整一下对比度 再调整一下饱和度 然后可以给我人像 加入一圈外轮廓 再选择边境影像 选择阴影 使用光运 选择查看控制像 把透明度调到最高 毛模糊画调到最低 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的人像被加入一圈外轮廓 然后我需要调整一下颜色 把它变白色 然后再调整一下大小 最后选择套用 这我就可以加入文字 选择文字选项 如果想使用一些好看的字型 在这里面会有一些字型的搭配 你也可以选择 不过我还是选择形成标题 输入文字信息 改变它的字型 我可以给这两个文字 加入一个形状的背景 我来的元素 选择这个形状 调整它的大小 再调整一下它的颜色 选择黄色 然后把这文字放入到这形状上面 调整它文字的颜色 选择黑色 再调整一下 调整的方法也运用到这文字上面 然后对这两个文字分别进行群组 可以调整一下这文字的角度 选择这里旋转角度 再调整一下大小 然后可以加入一个CAMMA的标志 选择元素 在这里搜索CAMMA 这里就会有CAMMA的标志 然后可以再加入个箭头 搜索Arrow 选择这个箭头 调整它的大小 选择它的角度 像是基本完成了我Etoon影片缩图 有点很重要的就是 在手机端上你要保证 观众能够看清楚 所以可以在这里调整它的缩方 我选择25% 这样就可以看到 在手机端上 如果观众看到这个缩图 他们是否看得清楚 缩图上面的信息 这就可以看到 我输入上面的信息都是很清晰的 然后可以选择右上角分享 这里选择下载 PNG格式 选择下载 在你上传影片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一个选项 会让你上传你YouTube影片的缩图 你点击一下就能够上传你YouTube影片的缩图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这就上传了我刚才做的好的YouTube影片缩图 希望大家都能够参考我今天的这期教程 去准备出适合自己的缩图作用方法 如果能了解 更多关于YouTube的新手教程 可以去看我这个播放列表 为你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如果能了解 更多关于YouTube的内容 欢迎点击我频道 如果想要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IG 在底下描述 你可以找到很多精神化的使用工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